两分的 李开尔上了 我们也解释过啊 李开尔为什么不打首发 还是因为 他的那个体能值 没有达到 打这个首发的地步 因为在身材上 他太有优势了 给李开尔做掩护 这边是吹了 过掩护的防守犯规 吹了恩加泰 上来能用阀球形来打开手感 因为刚才就是 有抢篮板犯规啊 有进攻犯规啊 刚才全队犯规斩的比较快 这样呢 李开尔上来就先得分了 看看李开尔 这边面对德莱尼 打他呀 这肯定随便打呀 对面啊 准备夹击 所以呢 给顺下 还是怕李开尔 所以注意力都在李开尔身上 有一个叫二号 今天打那谁是 最后李开尔上一个 哎 这球没有上进 得16分 22比16 这还是新西兰队最后三分钟 胡打 对 现在是怎么的 方硕打一 然后给胡君秋 这球不错啊 这是李开尔的位置 他比较个想象的 说你们就 周鹏也回来 周鹏因为两个犯规 加上背靠背比赛 所以打的时间很短 不到五分钟 上来第一球啊 让李开尔自己持球单干 这跟昨天很像 对 昨天也是这样 你要让李开尔自己拿硬解 李开尔打三 这样还有张正林和周奇 这个可够高的 李开尔再来 自己持球身体对抗 他真要打 哎呦还给一假摔 再来看一下 对 这个一看就是假摔 太夸张了 原来你这是得了五分 这个上半场两分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啊 李开尔再来 又是个人持球 这次上半篮下 能力是太难了 就是 今天两场都是这样 第三节 第三节上来了 对吧 第三节 球就加给你一人玩 要玩每次都能得分 是 就是你一对一呢 是根本防不住李开尔 对 你上来加鸡呢 就是赔二加一 这些人周奇都对抗 这个韦泽尔 也那么回事 就开鱼那两下 对 他太年轻了 吃他 吃他 对 要背身 那都拉开都拉开 对 对 要丢 这次篮下 周奇直接是看宽 他这么小个 他怎么行呢 找李开尔转换进攻 这就是制造犯规了 李开尔看的 第三节体能 好多了 是 你来几下吧 结果他一干干十分 嗯 哎 又是逼迫着新西兰队出现了失误 还是在李开尔湖顶的放手 他手臂长 尺寸的方面 大球是确实太占便宜了 为什么赵继伟传球好呢 就是他这个跟大伙太熟了 他本身就是这个类型 好球 李开尔又断一个 走走 上的速度比较慢啊 还是其他人跟进慢 来吧 你看赵继伟啊 他打一 怎么打的 他跟大球来一个 好球 在 投了 也可以 可以的 大球有 在俱乐部就有这一场 李开尔做掩护 好球 他们回球 干了 给周琪 直接杀篮下 非常好 那就是 我想说的 就是李开尔的作用在哪里 就是刚才这一下 就是 他 你让他打一 侧动一个进攻 是一回事 你让他 作为一个攻击点 去接这个球 在攻的时候 发生 第二次传球 是 这个才是李开尔的特点 上比赛 走 好球 好球 走 小吊浮沃 直接被安德森截断 安德森在湖顶截了三个了 但是 就是说 大家既然知道他能截 为什么没有人想到 一截了就有人下快下呢 大家可能还是没这意识 吃剔了要 吃剔周琪再拔一个差三分 樊家泰这边呢 是疯狂的给周琪上对抗 手也没那么大 不是一般的 都是左手得护一下 再给李开尔满三步 这是李开尔的绝技啊 特点 对 尤其在 时间不多了 三分钟差四分 两个球 看看李开尔 从右侧加速 这球硬造犯规 就是靠他硬拆了 因为这个阅力 球队遗亚中央 第二个球队的它决定 第二个球队 第二个球队 比锦 好